在他们的苏塞克斯皇家品牌商标计划被阻止之后 梅根马克尔和哈利王子的独立生活梦想遭到了沉重打击 据《太阳报》报道 由于澳大利亚医生的投诉 该品牌被封锁 曾希望萨塞克斯郡的公爵和公爵夫人 能够以皇家萨塞克斯郡的品牌来经营各种物品 他们也指定了连茂山和明信片等产品作为品牌专用 但是这对夫妇现在可能在反对派之后陷入法律纠纷 报道称这对夫妻想要尝试保持品牌的皇家字眼 专家说这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元 但是根据政府知识产权局的文件 已经有人登记了 受到威胁的反对派通知 如果这一切得以实现 梅根和哈利将会面临一笔巨款 来应对法律系统这一通知 特许商标律师兼专业律师事务所 HGF的合伙人Lee Curtis说 提交受到威胁的异议通知相对容易 可以免费在线进行 提出正式的异议通知涉及的多 目前受到威胁的异议将苏塞克斯皇家申请的进度 至少推迟了一个月 但是如果最终提出正式异议 这将涉及支付异议费 起草正式异议理由 并进行归档 支持反对派的证据和法律意见书 整个反对派可能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才能做出决定 因此这并不是一项轻率的行动 可能会针对败诉的一方判给费用 知识产权局的发言人补充说 在商标申请进行中 我们无法讨论有关商标的细节 这是在梅根和哈里被警告 必须支付自己的安全费 或面临愤怒的加拿大人的强烈反对之后发生的 维多利亚国会议员劳雷尔·科林斯 已经签署了一份请愿书 约有8万人 这对夫妇的安全不应由加拿大纳税人提供 下面我们来看 梅根只是在加拿大暂住 想带哈里回美国 却遭向人嫌弃 别回来 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梅根 在上个月宣布退出王室生活 并前往加拿大定居 然而据英国媒体报道 梅根似乎并没有打算在加拿大永远居住 至少他们不会在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住在那里 并且呢 这对夫妇选择和加拿大分配时间的地点可能并不是英国 而是梅根的故乡洛杉矶 早在梅根身处王室时 这位先进公爵夫人就曾不止一次的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怀念 他以自己美国公民的深算为傲 并渴望回到被友情和亲情包围的环境里 一位王室内部人员透露 哈里梅根希望至少呢 可以在洛杉矶度过夏季的一部分时间 因为那里有萨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的母亲 多利亚拉格伦 消息来源称 他们已经联系了洛杉矶的相关人员 希望在那里组建一个当地的工作团队 虽然梅根在英国极具争议 但在美国却颇受欢迎 在他们宣布离开王室生活时 也有王室专家建议的这对夫妇搬去美国 因为在那里呢 他们不会受到过多的指责 那洛杉矶是否真的欢迎这对夫妇回家呢 美国新闻主播贾斯汀·希尔维斯特 最近呢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中谈论了这个问题 令人意外的是 他警告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不要搬来洛杉矶 如果他们要搬过来 可能会制造极大的混乱 希尔维斯特先生认为 梅根从一开始 移居的目标就是洛杉矶 但他不想遭到英国民众抨击 不想让人们认为 他就是要把王子带走 带回他的家乡 并且利用他和哈里的身份 以及影响力经营他们的事业 以此获利 希尔维斯特先生说 我们爱你 我们爱这一对跨种族夫妇 但是听着 我不想再拐弯抹角了 好吗 我们这里的交通很混乱 别过来 请不要来这里 当哈里梅根说 他们要搬去加拿大的时候 我想起了14岁的我 当时在思考 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 他们应该怎么告诉父母 嘿 我是同性恋 梅根决定搬去加拿大 因为那属于英联邦的一部分 他不能直接告诉别人 自己想回洛杉矶 他不想被别人认为 自己像是在说 我要把这个人从这里带走 直接去洛杉矶 试着做生意并得到钱 那样太狡猾了 西尔维斯特先生强调 我并不是不欢迎他 我完全是为了 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 做他该做的事 我就是担心难以处理交通 不难看出 西尔维斯特先生 真的是对哈里梅根 搬回洛杉矶非常抵触 但除了交通混乱 他似乎找不出 其他更合适的理由 但现在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哈里梅根 可能真的只是在加拿大赞助 我们并不知道 他们下一站的目标是洛杉矶 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在不久前 英国媒体传出消息称 梅根放弃了自己 对英国公民的申请 而与此同时呢 他们想在加拿大定居 同样需要加拿大公民身份 并且加拿大方已经明确地表示 虽然他们属于英联邦国家 但并不会对王室成员开后门 如今只是以游客身份 在加拿大居住的哈里夫妇 只能在那里停留六个月的时间 超出后 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呢 除了快速地获得公民身份 只有在其他国家选择另一个 合适的居住点 而洛杉矶自然成了梅根心中的 不二之选 接下来是在加拿大保护梅根的英国安全官员 感觉自己被当成下等女佣 苏格兰场及伦敦警察厅 阿加莎小说中的苏格兰场常给人 几分神秘的感觉 但据2月1号英国太阳报报道 保护哈里梅根的苏格兰场工作人员抱怨 他们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下等女佣 据报道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安全保卫工作 由英国和加拿大两国共同承担 目前共有15名训练有素的近距离保护专家 为他们服务 这些人的大部分是英国人 是苏格兰场的员工 另外有几位加拿大骑警 两国的纳税人均为这对夫妇的纳税人承担很多 这一支安保团队除与哈里梅根一起 共用他们居住的价值 1050万英镑 有五间卧室的豪宅外 还另外使用三套房子 安保团队有一支车队 车辆是从当地租来的 大部分是路虎和其他著名品牌的SUV 安保工作采取轮班制 每人每次工作时长为连续两周 由于工作人员均为24小时值班 为此需对他们给付大量的加班费 加上英国员工需频繁地往返英国和加拿大 有大量飞机汽车等差旅支出 每位英格兰场警察基础年薪在10万英镑 约合91.6万元人民币左右 因此安保支出数目是非常巨大的 安保人员提供的是贴身防护 哈里梅根中任何艺人外出时 都至少要有4名警卫陪伴左右 但据前皇家护卫队队长戴·戴维斯说 在这些亲密的护卫责任外 这些安保官员还常常的被哈里梅根使唤 去做些跑腿的杂事 比如去取杂货和咖啡 这些警察会接到一些来自当地咖啡馆 快餐连锁店的订单 他们感觉自己在做一些卑微的工作 向下等女游 但皇家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评价说 让安保官员做这些工作 不只是卑微不卑微的问题 假如有安全事件发生 但该在场的官员却去跑腿 拿外卖了 不在现场 那就不妙了 回出大事的 到时候呢 这些官员呢 也会因未能良好履职而受了惩罚 梅根哈里不在江湖 但江湖中关于他们的负面新闻 的确仍然每天都有 最后是 哈里梅根脱离英国王室 爱子小阿奇就务须在手这七条王室的规定 据雅虎新闻网 2月1号报道 当哈里王子和梅根启动退出英国王室的程序 让人心中不禁有个疑问 这对两人爱子阿奇哈里森蒙巴顿温莎意味着什么 来看雅虎新闻网的盘点 哈江不需要受王室规矩的制约 这些规定再也束缚不了呆盲的小阿奇了 雅虎网的报道称 以下七条规定 小阿奇将不需遵守 1.他会穿裤子 这一条呢 大家可能会有点意想不到 年轻男孩不应该只穿短裤吗 这就是为什么威兰凯特家的乔治小王子经常被发现光着腿 王室孩子呢 一般在八岁左右才会换长裤 不过阿奇现在住在加拿大 可以更早换裤 2.可上公立学校 虽然哈里王子和马克尔不太可能 so 阿奇上公立学校 但他们可以自由择校 王室子女通常住于安全原因 就读于私立学校 这就是为什么乔治王子和向洛特公主同校就读 因为这所学校有针对王室的礼仪教育 然而哈里梅根选择在加拿大抚养阿奇 即使他选择在公立学校上学 王室也不会对把他送到哪里有任何发言权 3.可与父母一起旅行 由于阿奇不具有王位继承权力 可以和父母一起旅行 这是一件大事 因为查尔斯王子 威廉王子和乔治王子 这样的皇室成员 不会一起旅行 否则如果发生什么事 王室恐怕就要绝世了 4.可以随便取名 虽然阿奇出生时没有获得正式头衔 但如果继续旅行王室职责 则可以获得邓巴顿伯爵之类的荣誉称号 由于阿奇不再是皇室成员 就不会有正式头衔 很可能会用全名或者另取别名 5.不会有社交媒体限制 阿奇父母的脱离王室 将使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可以不用遵守所有的王室礼节 阿奇不仅可以与喜欢的人结婚 而且如果愿意的话 还可以举行一场不太符合宗教领仪的婚礼 6.不需要接受王室亲定的教父母 一般平民通常只有两个教父教母 但王室则完全不同 向洛特公主有五个 乔治王子有七个 路易王子有六个 所以基本上是越多越好的情况 作为没有王室成员身份的人 哈里王子和梅根 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教父教母 7.不必维持英国籍 不知道哈里王子夫妇将会有如何打算 因为他们目前争处于过渡期 如果留在加拿大 他们可以获得双重国籍 不过阿奇如果长期不在英国 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加拿大的正史居民 如此看来 哈里王子夫妇放弃了尊贵的王室身份 同时也摆脱了王室规矩的束缚 祝愿宝宝阿奇日后的生活会更加幸福了 哈里王子夫妇